中华小当家 上回书说到向恩一言不合就开始炸船 向恩此刻乘着小船拿着地图准备逃走 谁知雷恩早已埋伏在了船上 他从水里钻了出来 利用奇怪的体位将向恩给勒住 就这样雷恩成功夺回了地图 但此刻的大船依然在爆炸 好在有个海盗往前来解救众人 他们要做的就是一个接一个的从这艘船跳到另一艘船 当所有的小伙伴都得救的时候 只剩下小当家一人 这个时候绍安到来来进行最后的决斗吧 这一次终于不是比除了绍安使用了物理攻击 但不一会船继续爆炸炸成了这个姿势 小当家紧紧抓住绍安的手不让他掉下去 绍安想利用这个姿势砍死小当家这个鬼损 但小当家此时留下了金银的泪水 说我没办法见到能做出妈妈料理的人 就这样当场去世 绍安道你忘了你妈是怎么死的吗 小当家到我妈就从来没有怪过你 他的梦想是结合我姐姐和你的力量 一起把局下楼变成中国第一餐馆 绍安惊呆了 像我这样的人也能得到原谅吗 在这一刻绍安看到小当家背后阿贝师傅的身影 在心里他再次喊出了师父两个字 于是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只见他从胸口掏出了一件主线道具 然后丢给了小当家 然后说好我的戏份结束了 我要下线领便当了 拜拜了您嘞 然后就葬生火海当场去世 故事依旧继续 在获得了地图和暗号之后 众人终于知道了传说中的主具的具体位置 按照地图的指示 众人找到了一尊罩神 转动神像机关之后出现了一个壶 和永灵刀一样在小当家触摸之时 发出了剧烈的光芒 那么这就是传说中储具之一 转龙壶 它的作用是可以将发酵时间缩到最短 也就是可以无限火力做菜了 而第三个厨具的位置显示在九华山 来到九华这里 发现这里的居民一个个不思劳作 无精打采 原来在这里有一个自称天神的人 居民们会把自己的财物交给这个天神 然后就可以交换十分好喝的天神的汤 那么这是一种鲍鱼汤 小当家用他们的旅费交换了五碗天神的汤 众人一喝 哇果然很好喝 而这个所谓的天神却是 欺压百姓谋夺财产之人 神不知为何可以驱动船送中的储具 它的作用是可以直接把鲍鱼干货给发好 天神对百姓冷漠的态度使得小当家一行暴露 于是一行人搓穿这个人根本不是神 但封建迷信的村民却把小当家一行给赶了出去 之后小当家一行遇到了一个老者 老者告诉众人 九华这个地方当初因为会心的撞击 所以改变这里的土地使这里年年大丰收 那时的人们都非常信奉会心神 并且勤于耕作 而自从这个所谓的鲍鱼天神来了之后 一切都变了 小当家从这个传说当中获得了灵感 他又灵光一闪想到了解救村民的办法 到了第二天小当家假扮成了会心神 无来一千年前的会心神视野 何方妖孽在此作祟 看老辣嗖了你 那么自然为了取得村民的信任 两神之间要展开一场料理对决 天神这边拿出了一个硕大无比的鲍鱼 依然是利用传说中厨具的力量 制作出了好吃的鲍鱼汤 到了小当家展现神技的时候 他拿出了一个空盘制 接下来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只见小当家开始对天做法 在此刻乌云密布 遮天蔽日雷电交加 云层之中发出了剧烈的绿光 哇快看射会心 如同绿色的魔罐光纱炮一般 这道绿光直接从天而降 打进了小当家的盘子之中 一盘会心炒饭就这么完成了 村妹妹在吃了这个饭之后 重新焕发了生命力 哇哇哇太好吃了 大家吃完了这个炒饭之后 重新换回了大地的记忆 不行了我们受不了了 我们好想种菜啊 于是村妹妹恢复了劳作能力 其道理就是天神每天 只给他们吃鲍鱼 久了之后呢就会造成维他密失衡 所以小当家使用了各种蔬菜 帮助人调衡了营养 这个故事告诉大家 多吃蔬菜身体好 而这个饭之所以会飞 就是用这个投食机弹出去的 我去也在空中不会散吗 然后众人又将天神掠夺来的财物 还给了村民 假天神做暴雨的这个东东 自然就是传说中的除菊 那为什么冒牌的天神能用呢 是因为他之前免于除菊被容 所以除菊为了报恩展现了一点点神力 这样一来小当家一行就拥有了三件神器了 这天黑暗料理界发来骑邪 小当家和嘟嘟被关到了山洞之中 山洞里面是一个找不到出口的黑暗迷宫 里面的水也是像海水一样不能喝的盐水 慢慢嘟嘟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 当场就去世了 他回想起了自己和嘟嘟的种种回忆撒 瞬间感觉悲痛万分 于是道出了累计最经典的台词 连自己心爱的人都救不了 我该算什么处事啊 之后在想妈妈的过程中 小当家找到了将盐水变成可以用水的方法 他利用这个方法做出了让嘟嘟起死回生的粥 于是就在这孤兰寡女干柴烈火之下 两人的感情线迅速升温 并且手牵着手变成了一对恩爱狗 这个是动画版家的原创剧情 可能是官方的兴趣吧 之后专门负责颁布主线任务的李提督又出现了 黑暗料理界的魔爪已经升向了皇宫 所以李提督专程找小当家去北京一趟 而刚来到北京 李提督就被撤销官职 而且打入天牢 原来黑暗料理界已经早一步来到了帝都 然后怎么办呢 小当家三人很随意的就混入了皇宫 顺便还偷看了一下后宫妃子洗澡 在被侍卫发现之后呢 躲到了一个大花瓶之中 然后很随意的就被运到了灵霄店 这时正在册封御膳房的主厨 小当家从花瓶处一看 这不是黑暗料理界的勋章吗 于是直接跑出来竹子抱皇上 有刺客拖出去斩 全剧中 啊不是皇上他是黑暗料理界的人 疯不得疯不得呀 为了表明身份 小当家秀出了他特级厨师的勋章 皇帝惊呆了不就是个厨子吗 拖出去斩 全剧中 而这个黑暗料理界的人回过头来一看 我去这不是潇洒锅吗 皇帝盗小当家一个死上最年轻的资名阿破组 这很有趣 于是就让他和潇洒哥展开一场 御前料理对决 胜者为御膳房主厨 败者则取消厨师资格永远不能做菜 哇 好残忍的规定 第二天皇上给出了比赛主题 就是三小时之内做出一百道菜 潇洒哥要做的菜是满汉拳鞋 但是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满汉拳鞋 而是新满汉拳鞋 小当家按照惯例进入了陈诗者模式 一动不动 他通过观察皇上的状态发现 皇上虽胖但手臂瘦弱 而且无机打采随时在打哈欠 我去这不是六道大帅逼吗 就这样小当家又灵光一闪 他向雷恩县师傅说出了自己的主题 然后让他们各自做自己拿手的料理 两边的区别是潇洒哥这边都是听他指挥 而小当家这边则是各自做自己拿手的料理 随之比赛的进行时间越来越紧张 小当家则悠闲地剥着豆芽菜 时间结束之后两百道料理已经做完 阿飞开始介绍起了自己的菜 来人啊这个人要造反 新中华是一种香烟吗 总之就是结合了世界各地料理的特色 具有国际化感觉的满汉全席 那么皇帝就先来试吃这个新中华 只见他每道菜都焖了一口直至一百道 吃完之后皇帝表示我已经吃不下了 于是总管道小当家的不用试吃了 皇帝起驾 小当家举起一碗粥就拦住了圣架 去你奶奶那个腿快吃 皇帝已经大胆拖出去咱 全剧宗 啊不是皇帝闻到了粥的清香 他说那我就吃一口嘛 皇帝闷了一口 什么嘛原来很普通的粥嘛 过了一会儿皇帝突然感觉到一种非常神奇的力量 当场驾崩 这个粥里面加了老干吗 约瑟皇帝开始试吃小当家一行的作品 不过不得不说不愧是皇帝 平时其他人吃了早就有特效了 不愧是吃惯了三针海味的大人物呀 小当家一行的作品皇上并不是每一道都吃 而是选择性的吃了吃 但随之时间的进度皇帝越吃越开心 越吃越happy 但皇帝吃到一半的时候总管道比赛时间结束 我是不小傻哥获胜 众人一惊哇你这个黑哨可以吹得再明显一点 但皇帝这边继续在吃 他吃到了小当家做的这一道凤凰水晶 这就是小当家之前细心剥的豆芽菜所做 在吃到这道菜的时候皇帝彻底疯了 直接他一口啃掉了整个鸡头 这时终于有特效了 皇帝感觉胃里有一只白凤凰直冲营销 就在这之后皇帝的胃口彻底打开 他像发了疯一样的疯狂的吃 只见他一口一盘 不一会就把小当家一行所做的一百道菜全部吃光 老百姓们惊呆了我去大清药王 原来小时候小当家在店主里面见过一个有钱人 他每天吃三针海味 但是精神状态非常的不好 而在之后吃了母亲的料理时 瞬间恢复了精神 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地沟油吃多了 而其秘诀就是在菜里面加了中药 所以小当家给皇上的粥实际上是药膳 在他们每一道料理当中都加入了对身体有益的食材 皇上听完大为感动 于是宣布小当家为最后的圣者 那么小当家获胜之后也要求皇上释放礼提多 并听他讲述黑暗料理界的故事 潇洒哥在输掉比赛之后感觉到头痛难忍 就在此刻传说中的厨具有了反应 小当家心理神会做了一道菜给潇洒哥吃 潇洒哥吃完当场去世 呃是直接就写白了 原来潇洒哥之前恢复了记忆 杀他父母的人正是黑暗料理界 于是有一天他想直接去自杀boss 但是却被人发现还被喂了一颗三尸老神丹 于是就收到了黑暗料理界的控制 而这个总管自然就是皇宫的金屑 就这样小当家被封为御膳房主厨 但小当家说我不当 什么违抗圣子拖出去斩 李提多是这样帮忙解释的 传说中的厨具拥有不可思议的力量 如果说其他传说中的厨具落入黑暗料理界手中 那么他们真的控制全中国了 什么控制全中国 难道正的大清就是这么玩的吗 你们这分明是造反全部拖出去 咱真权俱忠 就这样中华小当家就被腰斩了 感谢大家收看六道为大家带来的一月新翻 那么在这一年当中 我已经花了十二期节目 为大家带来了中华小当家系列 在这个过程中历经了不少磨烂 我一度以为我会突然感到暴毙而亡 但是我还活着 在新的一年里 我将继续与黑暗阿破组界做斗争 如果你对本节目感兴趣的话 不妨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和视频赞 这里就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我最新更新的节目了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